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血管分布在我们的全身 在人体当中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担负着运输血液、氧气、营养等等重任 然而血管又像水管一样 长时间使用之后 如果不保养、不清理 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水垢 血管中的水垢 它指的是一些脂类物质 如果不注意清洗 血管会慢慢堵塞 一旦血管堵塞 血流就会被阻断 这样会引起各种不适 严重情况还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那事实上呢 血管好坏可以通过一些信号来及时发现 如果心、脑、肺等等器官的血管被堵塞 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什么样的异常呢 首先呢 心血管堵塞 一旦心血管被堵塞 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功能突然下降 当心脏所需要的新鲜血液和氧气 不能够被及时的运输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心脏各种不适症状 比如像出汗、胸闷、气短等等不适 第二呢 就是脑血管阻塞 一旦脑血管堵塞 我们的大脑会立即处于死亡的状态 导致一些急性疾病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发音不清 嘴和眼、歪斜 走路的时候经常摔倒 所有这些表现呢 都是由脑血管堵塞所引起的 第三呢 就出现在肺血管的阻塞 那肺血管阻塞呢 它通常是由生静脉血栓形成而引起的 有些人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肺部 导致突然的血管栓塞 患者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苍白 冷汗、呼吸困难 胸闷、咳嗽等的症状 血管堵塞了 千万不要低估这些危害 一定要尽快的疏通 因为一旦血管堵塞呢 我们脑细胞就会坏死 导致一系列的危险 比如脑梗塞不能说话 晕厥甚至猝死 如果冠状动脉的血管被堵塞 就会导致心肌梗塞 心脚痛 甚至心脏骤停 如果外周的动脉阻塞 病人的下肢会不同程度的出现 间歇性脖形和疼痛 最终可能导致伤口无法愈合 甚至不得不截肢 因此呢 预防血栓特别重要 那预防血栓呢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多喝水 充足水分摄入 可以吸食血液 促进血液流动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